由著名编剧余政担任制片人电影公所陈香 目前正在各大院线上映 近日余政协主演陈小又怕是马不停蹄的 为艳影原版同名小说在京举办签设会 一向被称为是电视剧收视之王的余政 自从转行做电影后并引发不小观众 播影片上映数日以来票房十分惨淡 与此前预估的十亿票房相差甚远 一向我心我做的余政也用很傻很天真来看待票房舆论 更越错越勇敢言第二部电影计划 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 我非常满意 我觉得十分里面起码有七分吧 因为我觉得我是刚摸索 进了电影圈才发现很多东西跟自己想象不一样的 反正我的已经只回票价了 马上就要了就有第二部了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学会了以后 第二部可能我不会像第一部那么天真 就是对于票房有多大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我下一部会走得很稳 谈及目前的工作计划 余政表示最新作品《星神妖傻侣》拍拍在即 杨阔依然沿用纯小饰演 而对于外界猜测的小龙女一爵始终 不敏而不深 对于此前杨颖有亡参演的消息 余政当天也做出了回应 您觉得杨颖合适吗 非常好 但是他没档期了 我们签银宗哥的时候 他已经先签了一个电影 所以我们反复在协调 没办法 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完美的 最好 最棒的演员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